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今天要講解的是細胞生物學 圖18-21 染色質結構分層 我們看到這張圖是 染色質結構分層的粗略圖 首先我們看到的A部分呢 是核小體的結構 核小體是由雙骨螺旋2奈米所組成的 那其中會有像是珠子的組織蛋白 纏繞在DNA的線上 那這種組織蛋白呢 是由 是由像是珠子一般的蛋白質所組成的 又可以分為H2A H2B H3 H4等結構 那為10奈米 這些核小體呢 纏繞在一起呢 會產生染色質纖維 那它的大小約為30奈米 這些染色質纖維呢 這些染色質纖維呢 會再 變化成一種懷育的結構 最後呢 再分裂變成 液染色質濕 那這種液染色質濕呢 大小大約為700奈米 最後就會形成完整複製的染色質體 這樣子染色體就完全的複製完畢 我的報告到此結束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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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